保齡食物中毒案至今兩個多月 不少重症患者 只能以支持性療法續命 南水藥罐也累積庞大醫療費 而受害者黃淑君 也出面怒轟 求償無門 住院三週花費二十五萬 控訴當初是否承諾 支付所有重症患者醫療費用 至今仍沒有下文 另外還有一名L先生 目前還是重症住院患者 他的兒子也表示 已經累積六十萬醫藥費 家中無法支付 是否和原百又推託說要等判決 只能先向親友借款 對此市府則表示沒有接到相關反應 醫院我們在一開始我們就告訴他說 我們我們這邊會處理這個費用 所以理論上醫院不應該會 要去跟家屬要這個費用 我沒有被付到 然後自己付了六十萬 那我覺得也許要讓我們知道一下是哪一位 那我們會我們會處理 大時代美食街業者也回應 保險公司需要調查結果資料 才能啟動賠償 但在三月底也有分別給予受害者死亡兩萬 重症一點二萬 輕症六千的慰問金 而受害者也爆料 保齡創辦人李仿宣假扣押 根本還沒提 憂心負責人早已脫產完畢 離境回大馬 不只賠償無望 更可能閃避刑事責任 對此臺北市法務局則表示 目前還在受害者異象書收件階段 未來將有消機會提起訴訟 三星的高雲宣 我們會花台的報導